为什么婚姻过得不幸福 背后其实隐藏着这三大原因 第一个 错误的判断 你是不是经常会看到一些综合条件还不错的女生 结果嫁了一个好吃懒做 或者是喜欢沾花惹草的男人 是因为这个女生笨吗 当然不是 是因为当年这个女生的错误判断 当年的她可能只看中了对方的某一个特征 或者她只有恋爱老一时被激情冲婚了 或者是因为她年少资历太浅 她忽略了去综合评估对方的条件 什么教育背景家庭条件 原生家庭性格特点 或者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所以我们常常跟准备结婚的人讲 无论是男性女性 婚前一定要理性思考加强判断 这样才可以避免不幸的发生 那第二条 发泄情绪但不解决问题 有些夫妻之所以会走向离婚 往往就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她认为都是对方做的不够好 都是对方的问题 所以说亲密关系很像一个容器 咱们要随时保持空杯心态 看到对方的真实处境 尤其是当对方向你敞开心扉 暴露脆弱的时候 千万不要拒绝她 不要差评 而是去接纳她 安慰她 比如举个例子 你老婆爱干净 那你作为老公 你的袜子真的不要乱丢 又比如说你老公很爱面子 那在他的朋友面前 你适度地给他点面子 不就完事了吗 这样就会大大减少 你们发生矛盾的概率 最傻的行为就是 你非跟他计较谁对谁错 赢了道理 最后输了感情 得不偿失 而且即便你们要吵 最终你们一定要吵出一个结果来 也就是至少得知道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分清楚事情才能避免下一次再次发生问题 那第三条 认知差距 我这里说的差距不是指经济悬殊太大 教育背景悬殊太大 或者家庭背景悬殊大 而是指你们两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强插太大了 两个人对生活的要求 对未来的追求是否是一致的 你们能不能用同样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来看待矛盾 你一定要知道 两个人生活的态度差距太大 或者说太久 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感情破裂 好的夫妻一定是起一头并进 你追我改 他在你的眼里呢 他是努力的 你在他那里呢 也是有价值的 这样的关系才会比较稳定 所以说婚前睁大双眼 婚后 那我们就真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现在你可以对照一下 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 无论你单身还是已婚 我们想要经营好自己的婚姻 就一定要善于解决问题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 你要学好了 记着点赞关注 私信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找我就可以 让我帮你握紧 属于你自己的幸福